1956年9月 中南海迎来了两个神秘的泰国小客人 他们是受周总理邀请 来过中秋节的 但这对十来岁的兄妹 好像并不领情 反而抱怨中国菜难吃 随行人员还说 他们经常砸碎灯泡 故意为难中文老师 但周总理不仅没有生气 还给他们安排了十几个 有泰国背景的服务人员 全力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而总理之所以对他们如此宠溺 是因为这两兄妹身上 背负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使命 就在两兄妹来到中国的前一年 万龙会议在印尼召开 以周总理为首的我国代表团 正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推向了国际 并受到了广泛的支持 美国在东南亚的桥头堡泰国 也在这场会议中 意识到中国并非西方宣传的洪水猛兽 反而是可以和睦共处的好邻居 于是泰国总理批问 便想和中国进一步沟通 争取在一两年内建交 但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不久 美国对我们的敌意空前强烈 自然也不会允许泰国和中国公开联系 当时的总统高级顾问 乃善只是通过缅甸大使馆 往中国传了几条口信 就被美国严厉地警告了 乃善没想到美国人的触角 竟然深得如此之远 看来外交层面的中泰沟通是行不通了 于是乃善又想到了一个复古的交流方法 那就是派遣质子 泰国还叫先罗的时候 就曾把王位继承人 送到中原王朝当质子 表示臣服和忠诚 所以乃善就想将自己的两个孩子 送到新中国做质子 以改善两国关系 周总理起初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持反对态度的 因为他觉得这是封建王朝的陋习 如今还是摒弃为好 但乃善却认为 孩子们可以作为中泰之间的传声筒 便坚持要把他们送到中国 周总理经过深思熟虑后 认为这确实是突破美国封锁的好办法 便同意了这一请求 并于1956年8月派出一架专机 将两个孩子接到了国内 刚刚到中国时 两兄妹还很不适应 因为他们在曼谷住的房子 都像宫殿一样颜色鲜明 富丽堂皇 可北京的建筑却是一片灰蒙蒙的 就连负责他们起居的专员 也操着一口忠实态语 再加上西方一直在宣传 中国人都是轻面獠牙的坏人 所以两个孩子心里难免会有点恐惧 而且 那时的北京也没有可口可喝 吃不到品种丰富的外国糖果 时髦的铜装更是一种奢望 这让十来岁的兄妹二人非常不满 虽然在出发之前 他们就知道此行不是来享受生活的 但在他们幼小的脑袋里 是没有苦日子这个概念的 所以哪怕他们住着全国顶尖的北京饭店 还是觉得服务不到位 吵着要庸人 没过几天 兄妹俩就对北京生活感到了厌倦 想要回到泰国去 于是他们就开始胡闹 一遍又一遍打碎灯泡 还故意写错字 发怪声 为难教他们中文的老师 以为中国就像幼儿园 会因为他们的淘气 把他们赶回家去 为了安抚这两个小家伙 生活专员把他们带到了慈禧曾经的庄园里 那里有不少好玩的东西 和驰名全国的平骨水蜜桃 这才让孩子们稍微开心了一点 而且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兄妹俩也发现 中国人虽然表面上 不像泰国人那样热情 但还是非常友好的 吃饭的时候 领导和其他工作人员也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比泰国要平等得多 于是他们也逐渐放下了戒备 开始和身边的人好好相处 与此同时 他们俩在政治上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 当时国内正要举办 纪念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的活动 泰国也派出了代表团前来庆祝 而在代表团里 就有泰国政府的人 以探望孩子的名言 向周总理转达了批问和奶善的友好信息 随后 一个泰国海军代表团 又来到了北京饭店 在两个孩子的房间里 与我方人员进行了会谈 而此时距离兄妹俩到达北京 才过去了两个月不到 可以说他们俩作为政治工具人 效果立竿见影 只是在生活上 这两个小家伙确实苦了一点 于是周总理便在1956年的中秋节 把兄妹俩接到了中南海 和他们一起过节 兄妹俩一开始还担心 周总理会批评他们的胡闹行为 但没想到的是 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 不仅没训斥他们 还给他们准备了一份惊喜 原来 周总理早就知道 他们生活的不适应 便在全国各地 找到了十几个出生在泰国的华人 来负责他们的生活起居 让他们能吃到家乡菜 用家乡话和身边人沟通 同时 周总理还特批了一个院子 给他们当作新家 这里不仅是全北京第一批 集中供暖的住宅 还有红墙绿瓦 虽然不像泰国建筑那样颜色亮丽 但好歹不再是灰蒙蒙的一片 因此 两兄妹也把周总理当作父亲一般依赖 每次见到邓颖超 都要热情地喊邓妈妈 不过 总理毕竟工作繁忙 不能经常照顾他们 从1956年末开始 总理陆续访问了11个国家 乃善也曾想借这个机会 邀请总理访问泰国 但因为国际形势十分敏感 最终没能成功 在出访的这三个月里 兄妹俩被总理托付给了廖承志照顾 廖承志曾在德国 日本 香港等地活动 有丰富的外事经验 所以照顾这两个小外宾 他也非常得心应手 一有空闲 他就会亲自到兄妹俩的家里 给他们讲故事 总能逗得两个小孩子开怀大笑 除此之外 廖承志还经常邀请兄妹俩去家里做客 廖承志的母亲何湘宁 也非常喜欢这两个外国孩子 把他们当成了一家人 在兄妹俩面前 何湘宁也毫不避讳 经常直呼廖承志的小名肥仔 何湘宁是民革创始人之一 经常要和海外朋友打交道 所以他收集了很多外国糖果 本来都是给自家孙子吃的 但只要兄妹俩一来 何湘宁便会毫不犹豫地 把这些珍贵的糖果分给他们吃 有一次何湘宁带着兄妹俩画画 画完突然想起两兄妹 还没有中文名 便根据两人父亲的名字乃善 取了个谐音长字 当作两人的姓 并给哥哥取名叫长怀 表达心怀祖国之情 而妹妹就叫长元 意为漂亮的女孩 后来 这两个名字又经过总理的批准 成为了他们在中国的正式姓名 此后 长怀 长元在北京的生活 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之前他们还有些抵触学校 中文也不太好 但在廖成志的帮助下 他们已经能流利地说汉语了 长元还在学校里交到了好朋友 转年放暑假时 廖成志又带着他们浏览了江南风景 住进了主席很喜欢的刘庄国宾馆 回到北京后 天气还是很热 总理便经常邀请长怀 长元到中南海去游泳 虽然当时中南海的泳池很简陋 只是白水泥浇住的 但在里面游泳的 可都是共和国元勋 有一次 贺龙元帅还把长元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和他玩了好一会儿 也正是因为这次机缘巧合 两兄妹又和贺龙元帅一家 成为了好朋友 贺龙元帅还多次邀请他们一起跳舞 经常和元勋们接触 也让长元的革命史成绩十分优异 在一次考试时 他甚至得到了班上唯一的满分 但花五百日红 长怀和长元在1957年 遇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当时批问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 他们的父亲奶善也处于危险当中 周总理通过长怀长元 向奶善表示 欢迎他来中国定居 但奶善却不想离开祖国 仍然在坚持斗争 最终于1958年10月 被新上台的军政府逮捕 不过 长怀和长元的待遇 并没有因为奶善的失事而改变 总理还是经常来探望他们 1963年 总理还通过各方关系 联系上了狱中的奶善 兄妹俩也在时隔五年后 再次收到了父亲的亲笔信 随后 我党又在香港安排了一次会面 让长怀长元 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 经过廖承志的积极运作 没有护照的长怀长元 与被通缉的家人们 得以安全游玩了几天 但因为这一家人的身份太敏感 当时的香港又有多方势力的特工 所以长怀和长元还是回到了北京 并向周总理转交了奶善的重要信件 第二年冬天 奶善的另外两个女儿 也被接到了北京生活 可以说总理对奶善一家 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 有些事不是个人能够抵挡的 1967年 一直在东南亚避难的奶善 接触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特使 当时美国政府正试图改善中美关系 所以希望奶善能做这个中间人 把约翰逊的亲笔信交给周总理 于是奶善便亲自来到了中国 想要面见总理 但当时情况特殊 奶善只是在北京饭店 见到了一些外交部的官员 便匆匆离开了中国 很快 长怀也去了国外继续学业 而长元则因为舍不得周总理和廖成志 一直留在了国内 还在北京结识了英国人戴维霍恩 他们俩因为相似的身份 而迅速坠入了爱河 当时廖成志因为心脏病 急需一种日本药物 还是霍恩从中牵线搭桥 才让廖成志及时得到了治疗 1970年 长元终于再次见到了周总理 但情同妇女的两人 也到了分别的时刻 1975年 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总理 仍然抱病出席了中泰两国的建交仪式 签署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份外交协定 第二年 周总理去世 长元为了感谢总理对他14年的招募 将刚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常念周 后来他又给二儿子起名常念料 以纪念料爸爸对他的呵护 2015年 中泰建交40年之际 长元在接受采访时 曾动情地说到 周总理的神采和风度 让所有接触到他的人 都为之蛰伏 他本人就是中国最强的软实力 虽然常怀和长元的经历 在周总理的政治生涯中 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 但就是这无数的小插曲 让周总理的形象 愈发鲜活起来 也让我们认识到周总理有多么了不起